各位老板 二位老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杨玉芳 今年52岁 我来自于美丽的草原 内蒙古呼和号特市 我毕业于内蒙古建校 企业管理专业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我想求得一份销售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少刚老师好 欢迎杨姐 你说我们全家的偶像 我们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 尤其我女儿特别喜欢您组织的节目 不不不 那你说 那你肯定没说真话 真的真的 相对于你女儿来讲 肯定你更喜欢我 我也喜欢 我女儿真的她来了 她特别喜欢您组织的节目 咱们是老乡 是吗 老乡见老乡应该两眼泪汪汪 是吗 但是我觉得泪汪汪不是个好兆头 今天咱找工作干嘛要泪汪了 是 对不对 好吧 那我们就松手开始找工作 谢谢 好 欢迎杨姐 谢谢 杨姐是以前做什么工作 我一开始参加工作 我81年参加工作 我就考的那个胡适民的歌舞团 就是文工团 文工团 对就拉小提琴 是文工团拉小提琴的 对对 完了那个 88年我妈车祸 出车祸去世了 当时我就在现场 我当时特别痛苦 我就怀着我女儿当时正好 后来我爸爸一看这样不行呀 说怀着孩子你要再这样 这孩子怎么办呀 当时我爱人正好是在北京工作嘛 后来我就扔下我的小提琴 扔下我的专业 就来北京了 就来北京了 就为了离开忽视 对 调到北京来干什么呢 就调到他们单位 我就当了一名统计员 1999年我爱人查出来 突然查出来肾小球肾炎 哎呀 我又真的是像天塌了一样 那是什么病 肾小球肾炎呀 他说的到最后严重的成果就是透析 哦 明白了 对 特别严重 肾衰竭 对 我当时孩子也小嘛呀 我说这要是我爱人这样的 我可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又吵起我的就业了 我就教小朋友学琴 教小朋友学琴 学小机琴 完了 这也不够呀 我又干嘛 我又 我原来的业余爱好就是艺术插花 我自己设计 自己插花 我就找呀找 找来找去 找到自己家乐福的一家店 弄了个摊位 就进来了 好 这是哪年了 哪年开始去家乐福 05年 05年 干到哪年 干到06年多点吧 就是没干到 将近07年了 因为女儿就要高考了 要高考了 是哪年考的 08年 08年高考 08年高考 那今年 今年女儿也大学毕业 今年6月份 女儿大学毕业 女儿现在有工作了吗 现在实习呢 现在实习呢 下次带着女儿一块来找工作 好 谢谢 怎么想起来现在找工作了 因为52周岁 怎么想起来现在找工作了 第一是我也想 让家里再过得更好一点 我退休金才1500多块钱 完了我爱人还得看病呀 检查呀 女儿还没有毕业呢 所以呢 我也想再找一份工作嘛 咱的优势和长相 我的优势长相 就是我 我第一 我特别诚信 好 诚信 第二 第二就是我耐心 第三就是我特别的谦和 你看我做这个卖花和设计花 在家乐福 没有一个顾客刁难过我 没打过架 没有 好 谦和 我再说一次 我替杨姐说一个优点 能照顾自己的丈夫 从99年开始照顾自己的丈夫 到现在13年了 打针输液 然后伺候自己的丈夫 伺候到现在 对 你看丈夫现在 活蹦乱跳的来 丈夫我爱你 欢迎杨姐的丈夫 我们俩是同小的同学 来 女儿 女儿就 旁边打针输液 女儿 就打针输液 欢迎妇女二人 谢谢小王老师 有工作了吗 有了 有工作了 我现在正在实习呢 辞了职以后就来这 来 把话筒给爸爸 好 好 来 大哥 您是青梅竹马你们 青梅竹马 几岁认识的 从一年就开始 再一般 他是班长 我是副班长 班长 他是班长 我是副班长 从小学以后 就没断过是吧 没有 就是一年 一年到五年级 我们一直在一般里 几岁开始谈恋爱呢 没有 没有 您哈哈什么呀 我问您几岁谈恋爱呢 但是我们高中以后 高中以后 通过 有后见面上 慢慢就 慢慢又干啥 你来我 结婚是哪年 结婚又多大了 结婚是84年 85年 80年 什么人啊这是 85年 哪年结婚过吧 85年年底 85年那会儿多大 85年年底是25 虚岁好像 我是60年生了 他60年 我又61年的 是差几个月 太好了 所以这么多年过来了 电视机旁边很多观众说 我们又相信爱情 对 真是同伴同事 同伴同事 谢谢老师 一看到这个 你说人家闺女 那么好 找到工作 而且懂礼貌 爸爸说话 哗就站起来 然后两口子 家里面有那么多的困难 几十 应该说十好几年了 那么多困难 一说几话来 喝喝乐着 很乐观 很达观 为这个态度 咱们也得给人补补掌 对吧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想找一份销售的 销售类的 一个是销售 还有什么 没有了我就干 就是要干销售的工作 爱人找工作 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 我就相信她了 我希望的是 主要在红练网这方面 干啥 给人多做就好事了 主要目标 是被婚练网来的 是吧 谢谢 明白了 明白了 来 沐妍请问 那我问一下吧 就是您平常 给不给那个 比如说邻居 亲朋好友 然后聊点这种 感情上的事 或者是帮别人去做美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过 你说说 因为我 我是一个特别爱 帮助别人的人 别人有什么 有什么事 我只要能帮 我就帮 我也给别人 要是有合适的 彼此一看都比较合适 我就给签签线 是吧 您介绍过多少个对 我倒没有介绍过多少对 可能也就两三对吧 成了两三对 成了的有一对 成了一对 因为那成功率很高 如果要介绍两三对 成一对那成功率相当高 百分之五十 但少庚啊 我泼个冷水啊 刚才母言问了 半天问的不是销售 是什么 这个我们VIP销售 分前端和后端 什么叫你们 我以前做销售的 他那个前端是纯销售 后端呢 是一千项那人啊 跟卖那人不是一个人 就跟猎头的顾问 和最后的researcher 它是两个团队 但会不会你忘了 就是因为这红娘的销售呢 往往是在跟对方聊 情感问题的过程当中 让对方认可你 信任你 然后你才把这个产品 卖给他 但是呢 我也要同时强调一句啊 因为我跟沐妍 我们俩做一种业务走过来 这个压力有点大 不是一般的大 可以说VIP 所以呢 我建议不要把主要目光 投到沐妍这儿 这次不是挡沐妍的这个抢人啊 因为在座还有两个 是做店铺的 是的 做柜台销售 其实你刚才说 你在加勒福插花 那是典型的柜台销售 好 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就接着 刘慧甫说这句话 我再问一下 比如说 您知道咖啡之意吗 引风点知道啊 以前看过我们的节目 对吧 那假设咖啡之意说 他们那块需要一个 我瞎说啊 需要一个大姐型的 这个店里面 需要一个大姐型的人 他们让您去 这类的工作 您愿意吗 也可以考虑 然后包括小燕这儿 她可以来我这儿 卖家居卖花 家居卖花 是不是都在 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卖家居没有考虑 为什么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 是不是到这个前台 卖货是不是有点 有点迅速 没有 我觉得 可能更给别人信任感吧 因为有时候年轻 嘴上眉毛说的话 还真不敢信 像这个 确实是的 我们在欧洲美国 很多的咖啡馆里面 西餐厅里面 很多优秀的服务生 都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 我特别记得 有一个餐厅 有一个80岁 79岁的老奶奶 特别可爱漂亮 她就在那个餐厅 干了一辈子 大家都冲她去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 服务的感觉 更让别人觉得被尊重 明白了 但尹峰 我有个问题 其实就这个柜台的 这种销售 对于那个大姐来讲 因为超过50岁了 是吧 这个站得太久 会不会 不是特别适应 对 我也接这个话题 其实在柜台销售 有个问题 第一呢 它有一个导班的问题 第二呢 确实是站的时间较长 就是这一块 你要考虑一下 但是呢 这个压力相对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 它压力小 但提层也比较明显 这样吧 这样吧 各位来做判断吧 到了大家第一次 做选择的时候了 杨姐的情况很简单 很简单 以前从事过的职业不多 现在要找的那个位置 也不高 基础职位 12位 你们觉得杨姐 是去是留 选择 好 非常谢谢我们各位老板 今天的表现 我经常说 我们的节目之所以是靠谱 找工作就是找工作 生活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爱怎么帮助怎么帮助 欢迎大家尽情帮助 但是找工作 长期稳定 今天我们留下来的 真的是三位 能够提供实实在在职位的老板 天生为我 刚才杨姐也说到了 自己是小提琴专业 那咱们拉一拉 好 我今天现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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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职位 小燕有什么问题 我不是挑拨离间啊 您那个给人介绍对象 没压力吗 我从来不给别人介绍对象 我就怕 他好了 他不谢谢我 坏了全来找我 对 每人离婚了都来找您 您没压力啊 小燕姐说的那个压力是说 都是亲亲朋友 介绍完之后 两年之后 人离婚了可能会不舒服 沐妍说反正 那个公司跟客户的关系 沐妍你这么说话可不 沐妍 沐妍就是说 哎呀那亲女朋友有压力 我们这都生人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客户对我们是理解的 就是我给你介绍对象 给你一种选择 最后你选不选跟人结婚 是你自己的事情 是吧 最后的婚姻怎么走 我们是祝福你 但是我要跟那个 咱们这位大姐说一句 做销售是最不可能朝九晚五的 这实话实说啊 我不是说别的 柜台销售是有点的 咖啡厅的服务员 兼卖这种会员卡 是有点的 但是沐妍也别做过度承诺 我的销售反正 从来没正点下过刀 好 周六周十都要来上班 李峰你那块固定点 是肯定不行的吗 她可以 我就举个例子吧 上次我不知道 看那节目有没有 有一个叫彩楠的 余彩楠 彩楠姐在我们那儿 她是62年的 她现在在我们的团队 就特别受欢迎 她刚开始也是 从店长助理开始 其实我们很多店的店长 都很年轻 管理是两个事 人和事 现在所有店不都抢她 最后我怎么办 我把她调上来做 营运总监的助理 专门协助各个店 做团队建设 所以 对一个好的企业 一个好的企业 也不要简单化的 来说那些问题 什么我们喜欢 招35岁以下 男的 女的 那是最笨的企业 就是拿一条杠一画 人是活的 遇到了不同的人 咱们不叫因人设岗 而是因为人 来调整他的位置 叫知人善用 体现企业的智慧 各位老板们 别画那样的杠 怎么了 老了35岁以上 招你了 现在到了三位 再次表态的时候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 转移到杨姐的手中 三位选择 两家留了下来 百合网咖啡之意 谈钱不伤感情 顾言百合网职位 这样我提供两个职位 你可以选择 一个就是我们的红娘 但因为您现在没有 那个直接的 这个丰富的经验 所以是普通的红娘 普通红娘的这个 薪水是4000 但是你有服务的 那个提成 一般都是在7000以上 然后 等会沐言 坦白话说清楚 你这个是纯服务的红娘 还是做销售的红娘 纯服务的红娘 我们的红娘的薪水挺高 你现在 这个可以做 这个的确可以做 纯服务的红娘 就是给人撮合 然后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红娘 这个服务的销售人员 然后 这个销售人员的底薪是3000 但是提成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们的销售的平均的薪水 现在是1万多 这个就不要做了 就选前面那个 就选前面那个 谁需要你点评啊 但是呢 这个事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们现在百合网 不是改成实名制了吗 嗯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会员的这个质量 和这个活跃度 都大大提高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销售 其实我们首先就是 汇补原来在另外一个网站的时候 他的这个代理团 团队的方式压制性的 嗯 我们的这个销售呢 相对要轻松一些 好好好 所以业绩也确实差了一些 好好好 然后我们的红娘的业务的 销售额是他们原来那个公司的两倍 好好好 哎 无聊不聊 他都离开这个公司了 你还没事就在这比来比去 你是小时候受过伤 不是我是像 像一个潜在的员工 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 不不不 我跟你说你的这个表现 就特别像 就是童年的时候 内心有阴影 请你快点摆脱出来吧 他先说的呀 好 我来反应一下 前面有个学手说他同情犯难 他还不承认呢 但是现在看到了 两份工作 一份是纯粹的红娘服务 一个是红娘服务的销售 销售工作薪金会更高一些 好 来 尹峰咖啡之意 我能提供的现在是店长助理 像当年那个采男姐一样 而且我可以安排这个店长助理 您这个工作是在北京 嗯 那么我在店长助理这个平台上提供的工资 都是三千五 对 然后销售提成和业绩提成 这是跟店里的 业绩挂钩 销售提成是跟自己的会员卡的销售挂钩 嗯 刚刚我能说两句吗 可以啊 因为我想就是对于杨姐来讲 这可能是他 他出来找工作应该也变成很大的勇气 对 那么而且我也 他跟年轻人不一样 他不可能过两年之后再去找工作 是的 所以这份工作他可能考虑要做三年五年 对 或者比如做到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 对 可能在这方面要考虑的多一点 嗯 就是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让你持续的工作五年八年十年 对 好 好 来二位给一些提示 杨姐 谢谢 其实你一直我们在台上花很多时间说你年龄的问题啊 我觉得五十二岁其实不是不是一个年纪很大 进入职场的一个年龄 但我对你唯一有一个小小的担心是因为你离开了职场 就是九到五的一种职场的状态 比较长的时间 我觉得销售当然当然可以买 赚到很多钱 但是那销售压力 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 嗯 我觉得你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找一份没有这一方面压力的工作 对你来说更加好一点 熟悉的职场 熟悉的那行业 再去换页岗位 好吗 好 来 好老师 我当时觉得杨姐承压能力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不过呢 我能直接说吗 按按了 我觉得隐风更适合你一些 哇 你就这么直接啊 我跟你说过你们两个要控制自己 我以为你会说 直接给一些评论 别瞎出主意 杨姐52岁了 对吧 当选了一家 听了你们某个人的话 第二天就不满意 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 而且 人家52岁 人家没那社会阅历啊 人家没那生活经验啊 人家没面对生活的坎坷啊 对不对 但这点判断都没有 是不是啊 别说话 你们不出主意吧 就去白喝吧 这傻瓜 学女生别问 别问 女儿要出主意吗 嗯 我其实没有主意 因为 妈妈这么大了 她站在这就是成功 不管怎么样 只要她开心就好 好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百合网的红娘服务 红娘销售当中的哪一个 或者去咖啡之意 或者选择 谢谢 再见 百合网 百合网的哪个 百合网的头一个就是红娘服务 谢谢梁酱老师 小郑老师 谢谢梁酱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